古有彩菊,东离下,今有小蒋种菊花,拼搏一上午,只为秋天你开花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农小蒋,我又来了,咱们忙不到到一上午,可算是过去了 小蒋这个脑细胞一上午,都数以万计的在死亡 今天早上老爸跟老妈他们两个在掰这个枝条 小蒋就拿着菊花宝典,咱们朋友们给起的,去统计一个品种,给品种分类 可麻烦了啊,朋友们,所以小蒋早上起来就没有拿出手机来拍视频 因为时间赶得很紧,咱们一上午,这三十多个品种 是咱们今天下午掀插菊花苗所用的枝条 就在咱们统计品种的时候,小蒋发现了一个令自己非常懊恼的事情 接下来呢,朋友们一起去看一看 来吧,朋友们,瞅瞅,咱们统计到这个银月山品种的时候啊 就出现了问题,问题在哪呢? 瞅瞅朋友们 发现什么问题了吗?离远了,看 咱们的那个菊花宝典上写着啊 从那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它都是一个银月山啊 但是当真正看到它的时候,对吧,突然间发现 这这这这,这打死小蒋,对吧,小蒋也不敢 对吧,它就不是个银月山啊,银月山是这个 意思就是咱们种错了,种苗的时候 哎呀,非常的懊恼啊,这一块 当这块还有银月山啊,咱们 这一行,这一行也是银月山啊,小蒋已经统计出来了 抽手,对吧,还没有弄 这还不是重点啊,重点是 咱们栽苗的时候啊,栽木本的时候 是小蒋啊 亲自啊,眼皮子底下统计 一个一个的品种统计 它还能出错 哎呀,我这个头疼 哎呀,头疼 哎呀,朋友们,瞅瞅 咱的菊花宝典 小蒋标记的,对吧 不能再清楚 但是咱们种的时候 哎呀,种错了 你说这什么玩意儿 该说不说的,对吧 看一下咱们的小苗苗们 这个苗子这么棒 这是什么品种 这苗子很壮啊 这是什么品种 十年土火 十年土火 反正咱们第一波的苗子都很壮啊 因为它经过了一冬天的一个生长啊 这是个什么品种 这个是 啥呀,写的字都不认识 粉仙女啊,粉仙女 对吧 看那苗子 第一波苗子都很壮 而且咱们扦插 对吧 大规模扦插小苗嘛 所以说啊 甭管它是粗壮还是细 只要能用的啊 咱们都会给它拜下来 多么棒的长势啊 咱们这些菊花母本 对不对 等咱们拜完枝条之后呢 瞅瞅 这都是被砍了头的 是不是 哎呀 来吧 咱们看一看 咱们昨天跟前天啊 收拾的地 收拾的咱们千叉苗用的啊 千叉菊花苗的地 瞅瞅 这些 对吧 这就是咱们这两条收拾的啊 然后身后呢 是一些对吧 是一些托盘 哎 咱往里插 咱们看一眼 咱们前几天欠插的 这两个骑是一万颗啊 一万颗 呃 有几天了 三 三天 这个骑是三天还是四天 那个骑是四天五天来着 忘了 看他现在的状态 对吧 哎呀 好好的生长吧 这里边大部分都是些小菊啊 小菊 吃饭吃饭 美滋滋 我亲爱的朋友们啊 哎呀 又到了消灭啤酒的季节了 谢谢半个小时 干活 哇塞 现在时间啊 下午的三点五十一分 中场休想 咱们这一个骑呢 你看 就剩这点地方 咱们要缺一个大品种 我爸去掰起来 哎呀 这个腰啊 这个棚有点低啊 看看咱们刚插的 对吧 刚插上去的 多么的 多么的嫩 这苗子 对吧 棒不棒 哎呀 这边都是刚插的 这个对吧 品种名字都在这挂着 然后这一头呢 就是咱们啊 简直插的啊 刚开始插的 刚开始插的 你看都已经蔫了 嘿嘿嘿 蔫蔫的感觉 哎呦 正常的啊 各个品种 等到今年秋天的时候啊 行情好的情况下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这个啊 朋友们 当然啦 等到行情不好的时候 这都是什么 这就是痛苦之缘啊 哎 傍晚的五点五十七分 哎 那个苗又不够了 咱们要继续掰苗 一个大旗 得插满呢 不插满 对吧 咱们不好浇水 所以说呢 赶快抓点时间 时间紧任无重 哎呀 这些苗子 水汪汪的苗子 嘿 马上天黑了啊 小蒋呢 赶快和朋友们 再聊会儿吧 天黑了 对吧 就拍不了视频了 哎 现在很乏啊 朋友们 就是一天啊 一直专注于一个 一个阶段的活的话 几乎就是同样的动作 要不然这样 要不然就这样 持续一天很乏啊 来一个 来一个这个 对吧 苦苦的东西 咱们精神精神 苦 满嘴的菌花味 真是难吃 哈哈哈哈 哎呀 精神 哎呀 瞬间活力四射 我天哪 这个味儿 哎呦 哎 哇 这个味儿 哎 嘿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哎呀 不知道该聊什么了 感觉很乏啊 朋友们 行了 小姐啊 你就不说这么多了吧 要赶快时间掰苗了啊 咱们那一个大旗呢 必须要插马 插马立马得浇水 哎 看看